由董事长、校长及知名车厂代表等共同接牌 会充实教学的质量提升实习课程的内容打造 找出南开科技大学先进车辆实习工厂 让车辆系学生就业能够无缝接轨 提供产业先进车辆基础技术人士 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到进口车的保养 还有遗迹资产 然后在未来也可以利用新工厂方面 考取更多的物源的证照 以及等等的就是技术源维交的证照 有商用车的一个环境 还有油电车、欧洲车、国产车的一个维修的一个地点 那这我们都觉得蛮开心的 那希望说对于我们这届还有其他届 至于说上一届学长 然后我们可以珍惜来把握我们学校的所有的资源 来做充分的运用 先进车辆实习工厂去年5月动工 建物家教学用车与各项先进检检设备 总计次之于4000万 规划10个乘用车维修实习岗位 两个大型车维修实习岗位 极易间授课教室 引进更好的师资 把课程能够翻展作为一个整合 不但只有油电、商务包含了电动车的百分比 课程内涵提到从30陆续往上的提升 来满足未来的发展 让学生的就业能够无缝的接轨 我们必须要预先来做产业能力的培养 希望在这边培养他们能力 让他们的竞争力能够更再提高 这个是对于学校来讲 对于产业来讲都非常的重要 县远蔡明轩表示 南开科大在产学合作上一直都有丰硕的成果 学生就业级稳定性也相对较高 感谢于肯定校方用心规划 引进业界资源协同教学 培训学生一技之长 也要感谢我们校方这么用心 引进业界的资源来到学校 让我们孩子在技能教育上面 可以更多的资源来做一个学习 尤其是他们在业界上非常有名 因为他们在平常就可以 直接的结束到我们业界的一个技能 感谢我们学校这么用心 努力在我们技能教育上面 一直来突破 让我们孩子可以早一点学的一技之长 未来就可以造成毕业 就可以直接就业的一个机会 因应产业人才需求 南开科技大学除了既有国产车 保修人才修育基地外 更完成第三栋先进车辆实习工厂 形成完整的电动车 欧系车及商用车保修人才培育基地 车辆系已经成为全方位车辆 保修人才培育中心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